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3月1日 欢迎收看第二期的万维独报 我是Jennifer 习近平为了能够长期执政 采取了各种办法巩固权位 包括缺裂党力核心地位 修宪延长任息 通过文勋神话自己 但与此相伴却是执政的连延失利 经济下滑 香港渐行渐远 台独大势不可逆转 对外关系四面除隔 最近又因为刚鼻自拥 导致武汉肺炎演变成全球灾难 面对他的德博而未尊 智小而谋大 力小而认重 人民日报采取了 故意放纵喜好高无缘的个性 使其在个人崇拜的烂泥潭里 越陷越深的高级黑手法 以便进一步激起习近平 与党内同僚和社会大众的矛盾 人民日报从1月5日起 即不定时在头版重要地位刊登 总书记来找过我的家系列宣传文章 甚至连疫情都只字不提 从1月5日开始 中共第一喉舌 人民日报不定时地在头版显著的地位 刊登炮制日久的 总书记来过我家的宣传系列文章 人民日报的头版 有些时候甚至连武汉病毒疫情只字不提 也要为上述的文章腾出空间 彰显为习近平做个人宣传的重要性 但根据香港大学 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中心指出 人民日报如此片铃现实令人惊愕 不但未能为习近平的形象加分 甚至还为中共帮倒忙 港大的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中心 最新的一篇文章就以 人民日报到底有什么病这个问题作为标题 英文原文是 What is the people's daily? 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委员辖下的机关报 它的文章和报道 乃数以千几万党员视为党的最高风筝路线 尤其它的头版更是大小官员的指路名灯 也是中共对舆论引导的重要工作 众所周知 中国大陆最近两个月面对的是一场 罕见来势汹汹的疫情 全国几乎一半人口身处于自我隔离 或被迫隔离的状态 前线医护人员为了装备不足 甚至向国际求援 而大小干部也正在为如何防疫和复工之间 取得平衡而伤透脑筋之际 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中心主任钱刚 在文章指出 作为党的最高喉舌对此不但视而不见 最近还在头版的重要地位 刊登好几篇总书记来过我家的宣传文章 事实上从1月开始的整整20天 人民日报对武汉爆发的疫情只字不提 只有当习近平在1月20日发表重要指示之后 有关新闻才上了一日的头版 然后从1月22日到25日一年4日 武汉疫情的新闻继续缺席人民日报的头版 直到1月26日 中共政治局常委就有关疫情举行会议 人民日报头版一日的编排 总书记来过我家的文章的位置 却比常委会的新闻更显眼 总书记来过我家的第一篇文章 从1月5日首次见报之后 直到1月20日已经前后有5篇文章 霸占了人民日报头版的地位 这套宣传系列文章内容 都是所谓回访习近平 从2012年掌政之后 出访各地人民之后目前的情况 目的是为习近平塑造一个平易近人 而又英明睿智领导人的形象 但诚如前刚指出 偏偏文章写法 如出一辙 毫无新闻价值 望而生闷 前刚的文章最后指出 总书记来过我家至今一个多月 已经在人民日报出现14次之多 偏偏散播胜利换宇的精神 这个系列的罔顾现实 是令人颇为难以置信的 简直把习近平的每一步 都当作是一个奇迹 最后文章反问 人民日报的编辑们到底知不知道 他们这样做只会对中共 和习近平的形象造成反效果 他们到底是不是真的相信 或者他们只是脑筋有点混乱 万维读者在此文后留言 人民日报的人不是傻瓜 既回答了前刚先生的明智顾问 也道出了人民日报记者心中的秘密 韩国新天地教会 是李万希创设的邪教组织 2014年10月30日至31日 韩国基督教兼礼会 第31次大会认定 九个打着基督教为幌子的威胁教 其中包括新天地教会 韩国武汉肺炎疫情大爆发 多数和新天地教会有关 韩国首尔市政府3月1日 要求检方对新天地教会教主 李万希展开调查 另有新天地教会前教友控告李万希 韩国水源市警方已展开调查 韩联社3月1日报道指 首尔市政府以涉嫌触犯杀人罪 伤害罪和违反防疫相关法规为由 要求检方对李万希和新天地教会12个分会的负责人展开调查 韩国英文报纸韩国时报则报道 韩国水源市检察署当天表示 他们正在调查李万希以四合 韩国武汉肺炎疫情迅速扩散有关的责任 一群新天地教会前成员2月27日 向水源市检察署提出刑事诉讼 指控李万希妨碍韩国政府的防疫工作 这群原告在检察署前表示 李万希停交假文件 阻碍政府为对抗新型冠状病毒所进行的流行病学相关工作 起初新天地教会拒绝与韩国政府分享20多万名教友名单 直到面临越来越大压力才终于叫出 但名单仍遭批评不完整且不准确 根据3月1日最新统计 韩国的武汉肺炎确诊累计3736例 死亡18例 其中至少2113例确诊病例是新天地教会成员 武汉岁末年数并没有飞来白云千载的黄鹤 共武汉人民登上黄鹤楼 遥望楚天共庆盛世 却突然降下习总一直担心的病毒黑天鹅 这只黑天鹅不仅危害中国经济 甚至可能颠覆世界经济 而受影响的最大的自然是中国自己 现今的中国处于全球制造业供应业的关键地位 是世界各国制造经济的重要水龙头 但由于这次严重的肺炎疫情 有超过120个国家的地区对中国人 或来自中国的旅客采取入境管制措施 年代的产品货物集装箱等也会受到严格检议 进一步甚至可能会被要求延迟通关时间 俨然对中国人或实行进口管制 而中国封闭隔离延迟开工暂停生产等因素 都将影响生产活动 直接冲击全球生产和订单 扰乱全球供应链秩序 中国的经济是否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 看起来可能性很大 中国不只在对外贸易领域的危机显而易见 在中国国内的经济状况恐怕也令人担忧 近年来 中国正在经历关键经济结构改革重组 不仅面临重大的经济挑战 更有陷入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可能性 首先就是房地产泡沫化的问题 有中国学者认为 房地产泡沫是中国所面临的最大风险之一 房地产泡沫一旦破裂 对中国经济和社会所带来的僵尸摧毁性的破坏 其二 金融呆账问题 高杠杆率成为了中国金融代账的根源 在实体部门所呈现的是过度负债 在金融领域则是信用过快扩张 从中国国有企业高杠杆率的情况来看 截至2017年末 中国一定规模以上的国有工业企业 平均资产负债率达到60.4% 负债率明显高于非国有企业 而因体制机制因素 资产负债率回落速度也慢于非国有企业 其三 中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极高 在中国政府以往每年以GDP7%为目标的增长 地方政府财权 事权并不相符的情形下 不得不举债 并且必须启动铁公鸡专案来刺激经济 再者 维持日常收支平衡 而单靠财政拨款是不够的 地方政府需借助地方融资平台 购买服务 PPP 各类发展基金和引导基金等 其四 产能过剩问题 中国产能过剩原因在于供应端 供过于求使得产品价格无法上涨 其原因主要归根结底则是 负债企业无法出清 仅有少量的资金来偿还贷款利息 而难以偿还债务本身 以至于永无止境的依赖银行继续存在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愈演愈烈 中国这个亚洲工厂在世界供应链枢纽 难以动弹的情况之下 已形成休克性断裂 中国除了去面对武汉肺炎这只黑天鹅之外 国内早已存在的房地产泡沫 金融呆账 地方债 产能过剩 金融危机等问题也无法在短时间内舒缓 此外 美中贸易问题 第一阶段的协议 中国能否履行 抑或是如何开脱 更是中国政府另一个难以回避的政经问题 现在的情势对于中国而言 可谓是火山爆发的前夕 中国的经济会不会如多米诺骨牌一样 一片倒 片片倒呢 中国经济会不会崩溃 全世界都在关注 新冠肺炎治疗从无锡传来好消息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 中日友好医院肺移植科主任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人民医院副院长 陈敬余率领的团队 于2月29日在无锡成功进行 全球首例新冠肺炎病例双肺移植手术 接受双肺移植手术的新冠肺炎病例 维江苏省一名59岁男子 该男子于1月23日发病 1月26日确诊 其后转至无锡市传染病医院 病人经气管插管 人工肺和药物治疗后 连续核酸检测成阴性 但双肺功能已严重受损且不可逆 2月29日历经5个小时 沉浸于率领的团队成功完成双肺移植手术 截至目前 该病人手术后已经清醒 移植双肺功能养和良好 生命提升平稳 下一步团队将密切维护好病人 做好移植后抗排斥抗感染后续治疗 总结经验为更多晚期的新冠肺炎危重症病例救治 打开希望之门 新冠肺炎病毒在美洲迅速蔓延 墨西哥已确诊第四个新冠肺炎感染病例 与前三例一样 这名感染的女子不久前也去过意大利 美国总统川普表示 为防止新冠病毒疫情扩散 她正在考虑关闭美国与墨西哥的边界 据中央社发自墨西哥市的报道 墨西哥当局2月29日证实 境内一名年轻女性对武汉新冠肺炎病毒呈阳性反应 使得墨西哥的武汉肺炎确诊增至4例 这4人近期全都去过意大利 墨西哥当局表示 另有8名疑似感染武汉新冠病毒肺炎正在接受筛检 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记者简报会上表示 为防止武汉肺炎疫情扩散 她正在考虑关闭美国与墨西哥的边界 意大利卫生当局2月29日宣布 该国确诊感染新冠病毒肺炎累计1128人 累计死亡29人 其中的8人是在过去24小时内病逝的 这些死亡病例分布在意大利北部的三个地区 教廷明天将公布史上几位最具争议性的教宗机密档案 有望说明为何昔日教宗庇护十二世 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对600万犹太人遭屠杀保持沉默 庇护十二世在1939至1958年担任教宗 部分犹太人指控她任内对纳粹大屠杀视若无睹 未予以强烈谴责 教廷一时以来都声称 庇护十二世当时选择默默在台面下援助犹太人 以免对其他包括天主教徒在内的潜在纳粹受害者不利 法新社报道 200名研究人员早已要求取得大量文件 教廷档案保管人员耗时14年完成编制后终于公开 曾获奖的德国宗教历史学家沃尔夫二日江富罗马 带领6名助理和两年经费 开始深入研究来自这位已故教宗私人秘书处的文件 专门研究庇护十二世和纳粹关系的沃尔夫 渴望发现他的70位大事笔记 因为庇护十二世担任教宗期间 这些人是他的耳目 当中应该也有犹太人组织紧急求救的记录 以及他与美国已故总统小罗斯福的联系资料 蜜蜂的档案还涵盖二战后时期 作家遭受审查和部分神父因疑似同情共产主义而被追捕的记录 沃尔夫在访问中说 耶稣会早已公布教宗收到有关集中营的文件 但我们从没机会看到他的回复 他告诉法新社要么不存在 要么就是收藏在梵蒂冈 以上就是今天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Jennifer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